iPhone上的备忘录这个App 是我几乎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个重要应用 包括我每期的视频文案 也都是用它来完成的 虽然我也尝试使用过其他第三方的App 但最后总是会回到它身上 目前iOS正式版已经更新到了18.3 除了用它扫描文档以外呢 现在备忘录又有些新的变化 那么今天我就来分享几个实用的小妙招 让你的备忘录用起来更顺手 只要你的iPhone支持iOS 18 也就是iPhone XS级以后的机型 备忘录就能够完赚音频功能 特别适合喜欢语音记录的人 它到底怎么用呢 有几种方法 第一个直接录制 好我们打开备忘录 点击键盘上面的那个附件 选择录音 界面会弹出录音的按钮 点击红色按钮就可以开始录了 录完点暂停 再点完成 你的音频就插入到了你的笔记中 你还能够看到语音实时转的文字 点播放可以听录音 点更多选项 还能把它转写内容加到笔记里 如果你的设备支持Apple Intelligence 长录音内容还能够自动的去生成摘要 好添加现有的文件 同样的操作呢 我们选择那个附件 选择添加文件 这样我们可以从iCloud里面挑选之前存好的一些音频 选择插入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从语音备忘录 导入 打开语音备忘录App 找到录音 点击右上角的更多 选择分享 然后选备忘录 挑个笔记 保存 我们就可以了 第四个呢 电话录音 通话的时候呢 屏幕左上角其实有一个录音键的 点一下就会录下整段的对话 当然这里面会通知对方的 话断电话以后 录音自动的会存到备忘录的电话文件夹里 随时我们可以回听 在iPhone上一次只能打开一个笔记 如果你需要一边编辑 一边参考另一篇笔记 传统的办法是不断的点返回 再找笔记 再切换 重复做这些动作 来来回回 很麻烦 好在iOS 18更新了一个便捷的功能 快速的跳转最近的笔记 好 具体的操作是这样的 打开一篇笔记 点击右上角的更多 就是这个三个点图标 然后呢 选择最近笔记就可以了 这里会列出你最近查看过的一个笔记清单 想看哪篇 直接点一下 就能够跳过去 之后再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它切回来 这样就不用总是回到主界面去翻 效率就高了 不少了 另外iOS 18新增了用Face ID或者是Touch ID锁定整个应用的一个功能 如果你有很多比较私密的笔记 可以直接锁住这个备忘录 把它整个应用锁起来 方法也很简单 在主屏幕长按备忘录图标 选择需要Face ID 确认以后每次打开 这样我们都需要一个身份验证 安全又方便 当然如果你只是想锁定某些指定的笔记 这也可以没问题 打开办法路找到你的目标笔记 长按选择锁定笔记 输入密码 这样还能选择用Face ID或者Touch ID锁定 锁定好以后 笔记旁边会有一个小锁的图标 预览的时候是看不到内容的 想看的话呢 点进去选查看验证身份就可以了 要解锁也很简单 长按笔记选择移除锁定 或者在笔记内部菜单里操作都可以 办法路不能改文字颜色 但能够高亮显示选中的文字 点击键盘上的格式按钮 选择高亮旁的几个颜色 挑一个图上就可以了 想换颜色再选别的 还有几个新的功能 引用 点击格式 选右下角这个块状的图标 文字会缩近像引用一样 非常好 等宽字体呢 等宽字体也是在格式里面选择等宽 我不会写代码 但据说这个非常适合粘贴代码 它不会乱格式 大家可以试一下 另外就是折叠标题 这个也是蛮好用 也是在格式里面 我们选择这个标题 旁边会出现一个箭头 点一下就能收起下面的内容 对于写一些大量内容的笔记来说的话 看起来会更清爽 快速笔记这个功能 最早其实是iPad上的一个专属功能 它后来也出现在的MacOS 我们可以搭配Apple Pencil 就像数字便利贴一样 非常好 现在iPhone其实也有 虽然没有笔 但用起来也很方便 好 我们先确保功能已经把它打开 这样下拉打开控制中心 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的家 也可以长按 进入编辑模式 搜索快速笔记 并把它加到控制中心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拉下控制中心 点击快速笔记的图标 马上就能够新建笔记 这样随便写点东西 加个照片或者是文件 存好后会自动归到 备忘录的快速笔记这个文件夹 它有什么好处呢 非常厉害的是 它能够智能的去关联一些运用 比如我们在Safari浏览器 浏览网页时建立快速笔记 顶部就会有一个添加链接选项 点一下就能够关联到当前的页面 我测试了一下 邮件呀 包括消息呀 地图等等这些应用 也都能够这么样操作 非常适合随时记录你的灵感 再来看看新建文件夹 点备忘录底部的新建文件夹 起个名字 其实就可以了 这非常简单 想在已有的文件夹里 再加一个文件夹 点击去以后 右上角选择新建文件夹即可 如果已经有很多文件夹 想要去调整这个上下的结构 可以试试我们长按拖拽 长按一个文件夹 拖到另一个文件夹 哎 放手 这样就插入进去了 还能随便调整顺序 这样整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备忘录其实也是支持多人协作的 想一起编辑单篇的笔记啊 点击右上角的分享 把发送副本改成协作 然后发给朋友 对方点链接 这样就能够加到实时的编辑中 如果想共享整个文件夹呢 长按文件夹选择分享文件夹 默认就是协作模式 里面的所有笔记 都能够一起去改 另外找笔记 其实也有一个方法 我们想跨文件夹去找笔记 其实我们非常方便的 是用一个加标签 在笔记里随便打一个警号 加上关键词 比如工作呀或者生活或者是等等 放标题还是正文都行 回到备忘录主页 底部就会有一个标签区 点一下你家的标签 所有相关的笔记 这样它们都会汇集在一起 简单又好用 好 以上呢就是iPhone备忘录的几个使用小技巧 怎么样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如果还有其他妙招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觉得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后面还要更多实用的内容等这里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